香港籃球總會舉辦的銀牌賽不知不覺已經到了尾聲的階段 大家經常見到一群男子組球員大灑藍耳汗 不過籃球並不是男生的專利品 日前一群女子籃球隊的成員 亦一起向女子高級組的銀牌冠軍補助進發 眼前兩隊分別就是白衣的安邦和黑衣的福建 現在這一場就是女子組的副方決賽 只要哪一隊贏出就可以成功復活進身決賽 安邦上輪淘汰曾擊敗他們的軍安晉級實力無用之而一 而福建上輪以10分輸給中銀香港今場更加不容有失 不過比賽上半場福建反而受走於安邦的打法 幾次他們的快攻成功在福建藍底得分 福建的教練真是勞氣到不得了 不過福建過去三年都是領行賽事中清口 而12年的決賽經驗令他們更加可以沉著應戰 經過調整過來之後 福建在四方八面衝擊對手的防線 由內線到外圍都層出不窮 可憐經驗比較少的安邦 只能夠眼白白望著對手在身上得分 最終福建後來居上以50比39淘汰安邦 再代一決賽面對他們的老對手中銀香港 這隊冤家六死隨手 我們VSport 將為你繼續報道 製造家規則 青鎮 銀 out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